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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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礼物来者不善 他是在问我问题 是啊 2007年你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这就是你要跟我们讲的 现在能想起来吗 对很多秘密 急性吗 急性吗 2007最幸福的一件事 我从台大EMBA毕业了 而且我花了半年写论文 因为我本来有一个法律系学士的学位 有一个中文研究所硕士的学位 我又回去念一个气管研究所 但这件事情对大家而言是很无聊 但是对我而言 我一定要雄跨文法商 所以2007年我毕业了 反正你已经不怕嫁不出去了 对反正已经嫁出去了 反正也没有办法退货了 所以学历再高也没关系 对没错 朱莉安你拿到的是什么 麻烦你给念一下 完蛋了 我们这个实习生还会写法语 什么是你2007年最浪漫的一件事情 行啊 你能念出来吗 不能 你拿法语给我念出来 但我会看 真是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2007年 回答 2007年最浪漫的事 跟女朋友分手 真的 跟哪个女朋友分手 我早就分手 早就分手 今年没有什么浪漫的事情 你长得怎么样就浪漫了 我估计我们的编导师想 朱莉安是法国人 应该生活当中不缺乏浪漫的事情 对啊 但是你却有一双发现浪漫的眼睛 咱们今天也挺浪漫的 是吧 两男一女情况很复杂 对不对 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 你这不回答就会显现出 你生活很乏味 我生活一点不乏味 那是讲一讲吗 其实我 大家可能也觉得很无聊吧 其实我生活当中 活得比较潇洒 我上回有一次做节目 就说 我实际上喜欢给大家印象中 我是一个非常忙的人 但是呢 实际上每天我都给自己 留一些享受生活的时间 所以我会比如说 享受哪方面的生活 我喜欢听乐 这个你知道的 他原来有打提琴 你本来是音乐 所以我家也有音响设备 有很好的音响设备 然后呢 我会去买唱片 这是一种比较潇洒 我不能说浪漫 但是很潇洒的生活方式 有人陪你听音乐吗 有啊 对啊 很多朋友陪我们一起 没错 一听到美 我就想跟朋友分享 音乐本身就是浪漫 所以我就给你们听一段 我喜欢的著名的圣诞歌 咱们现在也听一听 造造势嘛 好 咱们来听一听 Merry Christmas 谢谢你 我爱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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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法国过过两个圣诞节 那时候我很年轻 都变态 24岁的时候 当时 其实法国圣诞节 华人好可怜 尤其我们那时候去那边 就是读书 但是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校在读书 就有点在念语文学校 然后就很可怜了 因为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 然后圣诞节晚上 我就只好吃那个麦当努 麦当努 因为没有任何法国人是 那个店是开的 然后也没有任何连续两天 没有任何shopping mall是开的 然后你一个人就有点流落街头 那时候才突然感觉说 人在异乡非常的孤单 会吗 我认识一个法国女朋友 她说这个法国男人 随接的就追我 我一发现一个单身中国女子 马上就有法国男人 没错 后来我就遇到了一个法国男人 这个更复杂了 讲一讲 就是后来那晚上 我就在街上游荡 又没有东西吃 然后就想要去找一家麦当努 买一个汉堡吃 那看全家人家一望进去 每一个人家都在过节 其实一个人真的很不好受 卖火柴的小女孩 对 卖火柴小女孩的印象就进来 然后在走的时候 突然就遇到一个法国人 他就跟着我 其实他长得还OK 是吗 杜利安二哥 那就是奇怪 我一直觉得巴黎的男人都很矮 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会 都比我高 没有没有 矮得很多 法国人多数我还不算高 沙克其才165 是吧 1米65 对 拿破仑 就大概都是长那样 就我看到 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我 他还蛮年轻的 我想他蛮友善的 后来呢 他用法文跟我讲 我那时候还讲得不太通 他就跟我说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吗 大概就用英文讲 May I invite you to have a coffee 然后什么 我就想说 OK 对 我想说反正麦当努嘛 那里也不怕人家对我怎么样 那我就跟他去喝咖啡 好了 那喝咖啡的时候 因为他讲 他英文不太好 那我的这个法文也不太好 去皮语 我们 对 我们只能讲那个很片段的句子 好 就沟通老板 喝完咖啡 我要跟你讲说 Merry Christmas 我要回家去了 我已经吃饱了 然后他不放我走 他就问我说 Lan Lan 他管你叫Lan吗 不是 Lan Lan 他快到我的身边来 然后怎么了 就是你 然后他只说 就你家 还是我家 我的天哪 不是 后来我才了解了一件事 我真佩服你们这个种族 对 我后来才了解一件事情 这是给我们法国人争光 对 我的朋友告诉我 他也遇过这种现象 就是法国人觉得说 他只要在街上 认识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呢 愿意跟你喝咖啡 这个表示他就有了机会 所以他就会马上提出更直接的邀请 所以法国女人一般他 这种情况下 他很 他要觉得对你没意思 他会拒绝你的 而且有时候拒绝的比较比较狠 看你好像你有病一样 是吗 法国女人对本国男人 就 这不是一个本国或者他国的问题 可是这个翻译的太直接了 就是你答应去喝咖啡 等于同意去跟他怎么样 对 现在我们中国现在也行这个 不会吧 小心跟男人出去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但如法国圣诞艳遇 朱利安 现在我们的理解 平安夜是发生艳遇的晚上 年年香港报纸都登 今天晚上一个是保险套的问题 一个是少女喝酒的问题 很多少女失身之夜就在平安夜 保险套也是卖平安夜套装 我这也是一种圣诞 什么样的保险套 我发现你们的尺度已经是比台湾做节目还大 保险套是我们要大力推广的 大力推广 呼吁全人类都要保险套 因为地球人口已经爆炸了 对 我不讲脸要红了 你还会脸红 谢谢 我想说的是实际上 这也分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你在西方国家也是分小城市大城市的 比如说大城市 我们看到圣诞节 比如在纽约 就非常热闹 有的人专程可能 你比如说中国人 有时候他一想 圣诞之夜 平安夜 我们就去纽约 很多人有这个想法 觉得纽约特别漂亮 有巨大的圣诞树 还有大家就非常热闹在大街上 但实际上 真正的多数的地方 圣诞就跟中国的春节是一样 你大街上没几个人 大家都在家里 家庭里边过 所以你提到这种华人的这种孤单 实际上比我们在中国还孤单 中国人比较好客 因为我们说他很高兴 如果说我给任何一个朋友 我说春节我能跟你一块过 他会很开心 说那没问题 他父母也非常开心 就教我包饺子什么 但是在法国 他不会说想着把外人请到家里边 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完全是差两差的 因为他们是家族团员 一个外人去干什么 我们现在都理解圣诞节 你看是个年轻人的节日 出去party干嘛 什么宴遇 实际上后来人说 外国人这是咱们过年 其实元旦 元旦是你们要搞的一天 乱搞 元旦真的是乱搞一天 我可以说我的遭遇 好了 刚刚圣诞节已经够可怜的 对不对 在街上流浪 然后到了元旦那一天 那我的同学就建议 也是一堆华人 建议说我们到凯旋门去倒数吧 哇 够疯的 然后到了凯旋门的时候 后来倒数 我觉得那是最凄凉的一天 因为很多人嘛 然后一直在数到说 5 4 3 2 1 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绝对跟你狂拥抱和照顾 接冷啊 对 而且绝对 各种肤色都有 然后你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很多人就抱起你就亲了 这也不错 这后来我一开始发现 亲也挑地方吧 对 很多人就直接跟你亲嘴 亲嘴 对 你跟他亲吗 没有啊 就你挣扎也没有用 因为他们更强暴啊 是吧 三秒钟之内 我发现我的朋友被抱住之后 我就像抱一只老鼠一样 抱头鼠串 冲进那个地铁站 我觉得我不要来倒数了 这是一个错误的 这好事我就在墨西哥碰见过 他们也是过一个什么节 有人亲你吗 有啊 开始是 看谁都能抱啊 后来我们中国人要多失脸呢 就原来能随便抱 对 就说这一天 这一天 然后我们一帮男子就专找那漂亮的 呼家伙上去抱他 真能吻 你不是有一次说 你这个以后有一个男的就 就非常凶的 就看着你好像你 你跟他女朋友 我把他的女朋友给吻了 没错 你也是势力的 因为你会挑身材 没错 所以我跟你说 中国人他是非常远远流长的 过去就是说林语堂先生 写过一个文章 你记得吗 还说吗 说美国那个时候说有换妻的 说一个中国人 他也要参加换妻俱乐部 他的选择是什么呀 到团人街拉一个妓女 就去了 跟别人换老婆 这咱们聪明 这种林语堂的时代 有这种事情 现在台湾其实也有换妻俱乐部 对 也都是拉了别人 拉了那个 最后看一屋的东西 酒店里面的女的 对 这玩什么呢 朱莉安可以接着 我突然觉得 我真是到中国学习来了 你觉得我们比你们还开话 是吗 我不是开话 朱莉安你觉得你在法国跟一般法国男人相比 你算外向的还是算偏害羞的 正常 正常 你会在街上看见一个女的就对她表示吗 跟着 跟着半天 也不敢说话 就一直跟着 那得分情况 有时候也得观察他到底有没有跟别人在一起 会合不合适 以前我经常就那时候比较 就是十七八岁 那个时候十八九岁 那时候还比较还稀微一点 那时候经常就会在地铁里面发现一个美女 让我想 哎 跟一下 然后觉得自己很傻 这为什么 但有时候没准还能成 你知道吗 但多数情况下 能成是什么意思 在法国 我们觉得法国 你家 我家 那就能成了吗 真的吗 真的吗 高兴 小姐 小姐愿意喝咖啡吗 大家看的 法国人就是这么喝咖啡的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跟你讲 朱莉 名人更受罪 名人基本上断了自己在公众场所找女朋友的 就是了 比如说今天我叫阿花好了 那你来觉得说我长得很可爱 你来追求我 那我答应跟你去喝咖啡 你心里就会开始担忧 你会担忧说 我是不是 其实只是想要找个记者来偷拍 或者是是不是我会跟我的朋友 有说那个谁谁谁 杜文涛 真的好讨厌 一直纠缠我 就你会很怕 我写博客现在 对 然后再写博客说 我跟杜文涛喝咖啡的经过 完了 完了 现在Google一搜杜文涛三个字 马上第一听 就出现这个 这还不是最惨的 你知道我听北京一个小姑娘跟我讲 这绝对是真的 因为是她亲身经验 香港的一个明星 一个帅哥 然后在唱K的时候 碰到她 你知道有时候女孩子的心理问题 她多变 对 她很喜欢帅哥 然后就在卡拉OK房 两人越说越热乎 最后就跟着香港明星去了酒店 你知道吗 都躺在床上了 然后香港明星到洗手间去洗澡 这个时候她突然想后悔了 或者说也可以了 我跟她到这 又想起自己还有男朋友 觉得对男朋友不太好 写了这里够了 够了 跑了 跟我说真的 哎呀我一直在想 我那个人洗完澡 出来一看床上没人了 不是 你后来就在想说 哎呦我不要随便 约远家到酒店 幸亏不是我 以便他会找到另外一个斗文涛 来讲我们两个这一段情绪 你赶紧做一件好事吧 下次你碰见 你碰见那位香港明星的时候 跟他说一声 其实那位女孩子 我碰见她了 她有点不好意思了 想跟你道歉 所以我今天穿的 都像刚洗完澡的 咱讲点正题 就说这圣诞 朱利安 说你看我们说起过春节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心里 是会有一大堆传说的 比如说祭天 甚至最远 叫做年的那种东西 什么 我们过圣诞 实际我们是没记忆的 像刚才看这个什么 耶稣什么这种 我不知道你们对圣诞 是有个什么感觉吗 跟我们不一样的 耶稣家里面的事 我也没什么具体的记忆 原来你们也数点忘足 其实我比较有记忆 因为我曾经待过基督教会 以前念中学的时候 你还真像是信教的人 寂寞 因为我觉得唱圣诗很好听 有没有 他真的有时候在教堂里面 听他们唱 对 那其实你喜欢那个气氛 尤其当你在学校生活 很无聊的时候 所以后来我去耶路撒冷 我去走过耶稣受难之路 有没有 他就背着那个十字架 有没有 你背了吗 没有 他们不让我背 背了就没有今天了 背了 他们以为我在装耶稣 这样子不太好 然后其实你走着那条路 然后到处他会告诉你说 总共有十四个站 对不对 然后你看着你 其实想说 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话 他就回过头来说 你们对那犹太妇女说 你们不要为我哭 你们以后要为你们的丈夫和儿子 还有后代子孙哭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其实是一个蛮 蛮严正的一个诅咒 但也有点感人 我们实际上在法国 就在很多西方国家 受这种宗教的教育还是挺多的 包括你就会发现 在西方国家 你会碰到很多无神论者 但是西方的无神论者 跟中国的无神论者又不一样 中国的无神论者 那本身中国人的思想里面 实际上宗教的位置不是很大 不是很高 我没宗教 对 所以中国的无神论者 它是一种更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 包括中国这个神字 它是不带宗教含义的 可是你其他西方语言里面 你就看没有神这个字 要么是上帝 要么是佛 要么全是 这个词都一定是有宗教语 很神圣感的感觉 咱们搞成晚上party乱来 对 我在中国的圣诞节 跟法国圣诞节有个最大的区别 我在法国过圣诞 是快到圣诞了 终于可以休息了 我在中国是快到圣诞了 该忙了 对 他讲得很好 是 你好 是有帽子 有帽子 我戴上一个红 过圣诞节的眼镜 很可爱啊 是吗 像年轻十岁 年轻十岁 你比较像北大教授 北大教授 老爵像个真 年轻十岁 这种 一年轻十岁 当年轻十岁 通过的 相当年轻十岁 大教授 中文名轻十岁 再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